当它没事了 大家如果买了东西就买了东西 不要紧张 买了不买了 讲讲国际局势 乌克兰的局势 当然也要讲讲的 正如我昨天说 如果听开的话 俄罗斯用了这个叫做弓爆弹 或者是空气弹之类 有消息说也用了叫做杂粗弹 这些我都应该讲过 杂粗弹就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叫做慢剑弹 慢剑川芯 其实是大杀商量武器 不是核武器 不过是大杀商量 国际通常已经禁止了 但是那些弱小的国家也没有签 我想俄罗斯不知道有没有签 可能没有的 如果签了都不理 美国都没有签 就是说要试用 不用那么多 他在什么用了 集粗弹 雲爆弹都试过 在战争里面试 当然是草奸人命 他的特性是什么呢 两个东西都是大杀商力的 很多军队在这里 大片军队 我不够你人多了 但我丢过这个雲爆弹过来 就好像丢过核弹过来 一里内的空气都抽干 就死人了 集粗弹也是大面积 比如整个坦特群那样冲过来 一丢过一个 一个坦特群化开一千个 大屋两个球场那么大的地方 你也会死的 那些人会死的 那些坦特车顶都中了 你还行都没用 也要借 大杀商力的地方 杀商这些 这些弹当然很贵 但是相对于整个集团军这样杀过来 这次战争 如果是军事 喜欢军事那些 就改变了以后战争的形态 这方面挺有趣的 这方面 因为有几样东西 乌克兰的人有了 而这次战争就显示了势力 以往所有新的武器或者新的发明都是一个理论 打到仗 我用这东西就正好很多了 现在就变成了有经验了 就是在这个俄乌之战那里 最重要的是 因为普京昨天说 要用核武 战略核武 他不是俄乌 他应该只是针对北弱的 应该是 因为他现在在输了 很害怕 很害怕就不肯让步 对方不肯让多些少 他又不敢用核武对待对付这个乌克兰 因为你死人多 你那个道德责任好 战争责任好 这个没得救了 没得救了 这决定就不是千古罪人 你陆生都要坐战争罪 等于战犯了 普京自己什么呢 他是不是不敢呢 我不会觉得他不敢的 但是只不过他是会计数的人的 始终 他不是蠢的 他蠢在一时 但他不是愚蠢到这样的 似乎西方都不是很理他 不是很理他 觉得他不敢 但是也要给他面子的 开了会 开了会在谈的 现在他就整理掉这个集束弹和这个雲爆弹 我没看到究竟情况如何 我相信就不是大量使用的 不是扔一个进去基库 你投降不投降 扔几个基本都没多半了 如果扔了十个八个 一来钱就固然贵 但是如果你一扔了 就不用和谈了 我估计是在那些人少战斗的场面 甚至是没有什么人的场合 扔给你看看 就爆了 拍一张片 我正在用了 制造个心理的威胁 这两个人用了 但是是心理威胁 那就是说我要用的了 如果你不和谈好 不要用多少 那好吧 我相信呢 北约好拜登 拜登最初吵架他 现在发觉他是 不知道他是有心还是无意的 其实他是做得刚刚好 就是那个做法 有很多下 结果的后果是令到 第一 乌克林的潜力逼了出来 第二 你北约那些人本来不团结的 各有各想的 现在无法不团结 那有几个实际的情况 就是瑞士放弃了中立 我用来做吵 前面 瑞士从来没有放弃中立 就是因为为什么要放弃中立呢 他要参加制裁嘛 你知道大家二战时候 二战后 很多西方的贪官污利 都把钱存在在瑞士银行的嘛 是他的特色 结果可能很多钱没了夏文 但是总之可能很多 他问蒋介石都有钱存在 原来普京那些私人财产等等 冻结了普京在内一共366人的账户 整个俄斯高层都 你不要只是制裁你 普京 这个薄斯就踢了出去 努布就跌了四成 所以普京伟大 努力 那些投降主义那些人 张伯伦也不是直接投降主义 你不要激怒他嘛 我们不要激怒共产党 强大制裁 制裁没能用的 制裁没能用的 你看下来日 迟下你问一下林郑 当他没了份工 他就有很多怨言 好了 那小时制裁他 这些都是小时 我觉得制裁个人 普京都预了 因为这些 他在俄罗斯没饭吃吗 你看看以前那个哥伯特特还好地地 总有一些退休金给他有家居住的 只不过他下半生怎样呢 那你如果按据做一些希特拉式的行为的时候 那你就要学希特拉那样的了 最后自杀了 那我想他适合平衡的 他现在都不是瘋了 他只是以战逼磨而已 就是扫这些护士出来 扫这些可能用的 他扫出来正直是代表他的军事已经不行了 对不对 虽然有车队五公里那么长 但是围着乌兰大 围着基辅 但是不是头一天一天就过了赤诺贝尔的环境 直攻基辅 原来决战才是基辅 决战基辅贪什么多呢 军队多不是 人民多 那么昨天和今天都仍是情况一样 是没有一个大省呢 昨天讲过那个第二大的省呢 都是没有或者是 哈尔科夫都是没有或者是攻进去 因为那些阿伯都出来拿着气榴弹 扔掉它了 那气榴弹原来都很多学问的 那就是进步式的气榴弹 会黏住它烧 黏住车烧 就是搞到那些人很害怕的 那就是兵很害怕的 那么在军事上呢 就成为一个最有代表性的 以后会改变了各国的那些军备的装备 包括老共 老共很厉害的 百万红仙 我们操过来啦 这样 军演啊这样 还拿着枪啊这样 摊得车啊这样 那以后可能完全改变了 那么对台湾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因为他明白他要有些野军备 第一要有那些轻装而后杀伤力的军备 轻到背着轮复而已 你看那些射后就扔掉了 那些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坚托的而已 而他很有用 在这场仗里面 还有一件事很有用 台湾都做到的 叫无人飞机 他原来进口了土耳其给了他的 即是湖南一批无人机 玩无人机我们也懂 阿伯都懂 子女够胆去到现场近 我放个无人机上去 他的无人机应该有炸弹的 当然没有美国那些那么厉害 不用那么厉害 装到一两个炸弹 他飞过去见到坦克车就放下去了 他说坦克车就很厉害了 所以一般以前我们说坦克又贵的 但是这些飞弹都不便宜的 几百万的 我想一天美金 但是坦克更贵过千万的 这些可能几十万可以了 过千万美金 这样一送就送了大批给他 现在不如是不断军缓了 远远不断物资呀 战争的武器呀 加以如果他只是用这几样武器 那些人够勇敢 训练可能是一两个礼拜用这几样东西 荣耀开枪 就想上战场了 全部 那全民皆兵呢 那你不退也不行啦 再加以你劳报应该倒下了呢 跟着你整个经济踢出 那你俄罗斯呢 是输了的 是输了的 那现在又要赞回拜登啦 就是这些老奸巨啦 他有没有这么厉害想到呢 不会的 他想不到这么厉害的 他想着预计你输的了 不过就以后磨你了 谁知道呢 我们这个做喜剧演员的 斯林士奇 不单止是做喜剧 真的有事的时候 就比我们勇敢了 这个我都是 你说我坏都好 经常说的 你就看到一个地方是否专业 是否会倒下去 在重要时刻 你那些重要人物的表现 非常之重要 因为你勇敢 其他人就勇敢 那整个气势都不同 你自己缩骨先走 害怕 淡 其他人都没有人啦 我陪你瘋吗 是不是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的 我有什么位置呢 我是议员 那就被DQ 我都站在那里被DQ 也有些是硬硬DQ就DQ 等到DQ才算 或者有些是先走了 那那些是不能 继续在那里 如果在那里不走 那还好一点 对不对 继续在社区活动 有些是这样的 是坚持的 当然我不会特别要求的了 这个层次的 因为那些是被 还要打击的 但是其他人不是嘛 包括KOL 没有打击过你 但是你代表了一个精神状态的 香港 那你就鸡飞狗走 走得不要回来 法兰市再讲 不是法兰市再讲 时迟都会再讲 你不要假装就行了 现在不要再假装代表香港人 你没有资格代表香港人 所有其他人 大家自己觉得自己讲话 全民皆兵 全民都是 自己是萧若元的 对不对 台湾那个 全民都当自己是萧若元 拍片 放上YouTube 放上Facebook 对不对 YouTube不喜欢讲话 喜欢匿名写东西 你写得好就可以了 不要匿名乱咎 说起来都没有什么 很多的 以为自己这样 我是很认真的 不过也有够你了 但是没用 你如果是喜欢做任何东西 继续留在香港抗争 那就努力去做 纵然你只是在互联网那里发挥少许作用 拍片都可以 个个都像我那样 我以前都来评论完我三四十年 三四十年的评论完略 写字的嘛 我们团统的人都要适应新时代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一定要自己努力 你看乌克兰那些人 打个仗吗 那些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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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众 你都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是不是 但是想想都是不能够在走和留下 结果就留下 是不是 走你就没什么不对 那很多脑弱伤层 几十万人走了 但是走了是为了令到留下的人安心 那你问一下你自己是应该留下还是走 你是哪一类 你是不是很弱毫无抵抗力 不弱而同都是没有钱的走 因为有钱的走得快 因为有条件走 开车走也会有的 没钱的那些 那怎么办 我们这些 穷穷的 又不是穷得了 更加不能轻然放弃我们的阵地 说远了 顺便骂人 有些人抵骂嘛 是不是 好了 算了 这几天都是长期了 有个六十的英国人说是 没错 算了 其实没理由继续说 他有很多人来参军 你看这个不是 很多人都受过冠军了 台湾有 但是其实一般现在不行了 就算用这些比较好的步枪 AK47是容易用的 几个礼拜总要的 那你是懂得烧枪啊 懂得闪避啊 体能训练啊 业余玩啊 打游戏 有英国人去了 现在说欢迎所有人嘛 这个总统有点搞笑 但是OK的 放了监狱里的人出来 肯去打仗就行了 先去前线 那应该啊 应该啊 他先去前线 即使去前线煮饭也好 都是用这样的嘛 你都应该减免他刑期啊 甚至乎一笔勾销 是不是 长监啊 算了 放人了 重新开始嘛 60岁的英国人去打仗 60岁我如果 如果 有没有参军的呢 去打到 打回王庆 我跑得到啊 因为通常原来这些军队 其实他最重要的体能就是 你跑得到 背着20磅 几十磅啦 我不背 我背着枪而已 枪很轻而已 我跑得到几十步啊 是不是 有些老花开枪不太准 可以了 就到了 现在这枪高科技 可以帮忙的 必要是 是不是 这样 全民皆经 对了 啊 现在高科技是易用了的 那些枪也是易用了的 很简单啦 如果你见那些 二战的时候 对着坦達车的反弹箱 一样的原理 但是你 它不是自动的嘛 所以你要瞄准打嘛 开枪的嘛 那就是只有几百尺元 但是如果你那些 所谓的刺车 它有智能的嘛 有人工智能的嘛 弹头是个小技能的 雷达 你大约向着方向射了出去 它就会自己 认到是坦達 就堆下去 在头顶堆下去 而一般坦達 是因为你旁边射它 它已经预了 所以它就是装了装夹的嘛 是吧 就是旁边加了装夹 那你一般的炮弹 分分钟打它不死的 打它不烂的 但是 他在头顶下 这些装夹 就是这些 这些这样的智能 那你变成了 这些可能 没有战争 没有机会用了 是 英美那些 什么美国佬很特别 他就知道这些 已经研究多时了 或者他已经在战场里用过 那这次呢 就交给这些游击队使用了 那再一次 其实他又是输在美国人手里 普京 俄国人又输在美国人手里面 就是输在高科技那里 这些都算是高科技 以及你对战场的研究 那他自己反而没有那么多 这样的研究 那还是传统 整坦撻车 然后军队操进去 大队军人操进去 这样 那现在就变了泥足深陷 你说近而已 都整天拍你 你想想要运东西 在公路运一百里 战略物资 他竟然有些坦坦人 走到半路停了 因为没有油 那他已经看到 他的能力是多差 就是他的能力是多差 所以我是很乐观的 这个战事一拖下去 他一定会输 打战争呢 你不要以为 先指兵法 那些是很不 现代战争 只是一样 外行就是讲兵法 内行讲補级 你源源不绝補级 就算这场仗打得困实了 下一场仗 你说有什么仗 有些奇才 现在全部都读军事学院 基本的东西是大家一样的 不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我考验不了你有什么特殊才能 大家都是打 那你一场战 你赢 因为你战略好 赢了 那怎么办 那你会输的 他后勤 又源不绝 就赢回了 对不对 现在应该 如果乌克兰训练的人多 就兜抄包围他 一百里这么长 在田野平原 包围他在后面 截他的补级 那就麻烦了 他立刻要抽离 所以现在不要说我大军来到 你不敢惹我 不是的 一截了他的后勤保金 你的抢弹可能打了一天就没有了 汽油就更加了 全部都停在那裡 那些兵又害怕又行 吃东西不是小事的 你要很多粮食运给他 天天要在那里打仗 是很浪败 很需要物资的 对不对 不过一般人看不到 或者你不是楼子军事 不是研究你都不明白 对不对 厕所都要运回来 不是怎么样 每天 粮可以不洗厕 厕所不好都不去 好 不过算了 大家都挺 有些心理准备好了 准备有几天不出街 就是如此 老人的考虑最少 年轻的 年轻的更惨 是 是 怎样呢 如何养家呢 这些都是困难 总之大家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 保持乐观 是吧 继续剪刀那些官 剪刀那些萧又元 那就行了 好 再见了 明天正 好 好 好